我們今天又出來外面拍美食啦 嗨 老闆克 嗨 娜 然後我們今天還有多一位新人 那他還沒到 他在坐捷運 還有兩站 對 然後我們等下 等他到了之後來跟大家講一下我們要去吃哪一家 這一家跟我們有蠻大的淵源喔 後來後面搬來新的地方了 我們今天就是要吃這個 等一下 那我朋友來了之後啊 再跟你們講說是哪一家 我們的孕婦做捷運之後來了 辛苦讓大家辛苦的兩站過來 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我真的覺得我們現在有點笑不太出了 因為他肚子餓了 那我們後面就是我們這次要吃的小豆豉 叫小豆豉吧 我是小泳士 他改名了啦 他以前在那個金華城市叫小豆豉 然後現在自己單飛出來了 改叫小泳士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上去裡面吃 我覺得這一家跟所有那個素食店上面的麥當勞燈 可能是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等一下就跟大家講 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吃吧 這個人快餓死了 我好餓喔 為什麼你不餓那麼久 你也才餓兩三個小時而已好不好 11點到現在都沒吃了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看吧 GO 我剛才點了三份烤餐 有一個美飽餐 然後一塊炸餐 然後再杯飲料 很juicy喔 比較扎實的那種 就是比較厚實 而且你看它裡面都是有濕的 欸很好吃喔 而且你看它很juicy 很有湯汁 對 而且它麵包會是我的壓骨 它不是跟它講就是麵包 然後放上去就直接弄在一起 嗯好吃耶 對 你看它這個蠻扁的這個壓骨 對 對 不是你剛剛手力太大 把它壓骨 哈哈哈哈 這把魚是算蠻厚的 下面肉的地方會蠻厚的 而且身材也是放蠻多的 你看我現在咬了之後 你看它那個肉的地方 它裡面一樣是有流出那個糖質 它要流一只 所以它不會說它可能做腿包 然後裡面的肉啊 它就比較乾一點 比較殘一點 還是很多隻 就跟剛剛這個很刺的一樣 真的很好吃耶 對啊 它有勝過我在麥當勞的精種 然後它的薯條 這是我們自己加過的 胡椒粉 然後正常的狀態是這樣 我們以前都把它稱為海波浪薯條 它這個比較厚一點 對它比較厚一點 它是馬鈴薯 試一下怎麼樣 海波浪薯條 海波浪薯條比較厚 比較有口感 我不要建議你加上次的樣子 加胡椒鹽 嗯 比較夠味 對 我自己平常在吃的時候 就喜歡加胡椒鹽 加胡椒鹽很加分耶 每次來啊 都很喜歡喝他們的紅茶 我覺得農瓜其實不輸一點 可是有一點偏甜就是 如果沒有那麼喜歡喝甜 我建議你冰塊可以加多一點 也是因為孕故 不然我就喝這個了 對 不然它就整桶喝下去 對開玩笑 這一個是要吉凶 這一個是要粉 吃吃看 它皮也蠻好吃的 是油炸的 可是好像跟麥當勞的不一樣 對啊 你說皮的感覺喔 差很多 而且它皮比較薄一點 皮很薄 它只是辣味 已經比較有味道 它的辣味喔 對 你如果要吃重選的話 可能要加胡椒粉 胡椒的味對不對 嗯 有味道多很多 我也都是喜歡加胡椒糖 對 它不加胡椒粉味道不加蛋 適合小朋友吃啊 有的東西小朋友吃太重的口味不好 對 你不講辣味我真的吃不出來 但整體我是覺得不錯 我覺得要推 我覺得有點更勝KFC耶 我覺得啦 KFC是蛋糖粗 對 對 它是賣蛋糖 但是其實這間的分點很少 對 沒有要吃很麻煩 對 這個是覺得麻煩 有點算是以前的那個 兒子的建議 哇它都肉汁了 肉汁了 你放了大概10分鐘還很脆啊 對啊 雞胸肉 你看你的雞胸室是什麼菜 已經放了一陣子了 你看它上面還是很多油脂 我整個手上 吃起來是很紮實 而且它皮不會太厚 你看 它的皮在這樣子 真的一口就開了 對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吃雞胸 它吃起來飽足感比較夠 然後也比較大 這個還有烏龜液跟烏龜糖 可是它那個口感就會有差 我覺得就是還是在現場吃不到 還是熱熱吃比較好 肯定拿炸雞都是這樣吃 對啊 好我們現在吃完了啊 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啊 蠻滿意的 我覺得覺得我們每次來吃啊 都是吃它的炸雞跟腿飽餐 我覺得這個腿飽餐的部分 應該是必點 如果你是喜歡吃那種卡拉雞腿飽 或者是雞肉的那個 我覺得腿飽餐是很值得必點的東西 那炸雞的是我會覺得必點的 對 然後薯條 它還不一樣的薯條 就見仁見智啦 因為我現在可能不喜歡吃馬鈴薯的 就喜歡有口感一點就可以來吃 對 那它比較可惜一點就是 它可能店裡面沒有那麼多 應該是只有這間吧 對啊它目前只有這間 對 如果有喜歡的話可以來這邊看看 可以試看看啊 多一種選擇 對 如果你炸雞要點的話 我是建議說你可以點辣的 因為比較有夠味 今天影片到怎樣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皮A người Using